一个我需要梦想 需要方向 需要眼泪 哈喳,我是小羊 今天来给客户提车了 昨天刚刚做完这个核酸检测 今天就直接来了 今天来给客户提一台 Benton B70177R的 以前对这款车不是很了解 今天见到这款试车 感觉车非常漂亮 而且整体的价格也不够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 这款车到底怎么样 这款车就是今天我们要提的 17奔腾B70 这是一款特别便宜的B级车 第一眼看上去 这款车就是非常好看 主打运动 大家现在从侧面看一下 这款车像不像某一款车型 不管像不像 反正颜值是非常高的 今天我们来提的是 21款1.5T越想型的 现在客户正在验车中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这款车的车尾采用的是 是6位式的设设计风格 视觉上更有这个运动感 这款车采用的是1.5T沃林顿亚发动机 匹配7档 1010双离合 然后双排气 这套动力总成还不错 现在好多车都是这个字母 可我说回去之后就把 变腾比奇林这几个字给抠掉 确实如果没有这几个字 看着确实比较高档 这个车车头长 车尾短 轮毂也是19寸的大轮厅 现在打开货备箱 让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货备箱是啥样的 鲜辈式的货备箱 可用空间特别大 这空间确实比较大 而且后排座椅还可以放到 现在让大家看一下内饰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12.3岁的这个中央大屏 和这个液晶一元丸 它这个一体式的这个双凉屏 很有科技感 配置反正也是非常的高 电子手刷一键启动都有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后排空间 这个车有后排空间 看这个座里边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毕竟B级车嘛 走去2米8 从后面看它这个中控的设计 也是非常好看的 现在这一款车给大家介绍完了 大家感觉这一款车怎么样 是否值得购买 现在到达展厅里边了 让大家看一下展厅里边的 边桶都有什么车型 这就是刚刚介绍的边桶B70 然后这个是小型SUV 边桶T33 边桶T77也是主持车型 这个后面的这个T99 非常的大 外观非常霸击 看内饰的设计 这座椅看着多高档 这中控台 还有这内饰设设计 这都是批的 这是这一款车的这个政策 送了五年的棉被机油 现在客户正在签合同 三年无息 现在外面又开始下雨了 一会儿等不下了 再交车 好了 现在正在做交车仪式 恭喜喜天爱车 一起编程B70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我们现在去加油 我们开始假用